国足目前的队长郑智虽然38岁,但是依然活跃在中超赛场,在第15轮的一场强强对话中,天津台达主场领导三不敌广州恒大,而38岁的郑智再次首发登场并且踢满全场。 在这场比赛中,郑智发挥出色,成为球队获胜的重要功臣,除此之外,他在比赛中一次速度拧压太达24岁刘洋汉教的表现更是令人拍案叫绝,郑智对于广州恒大的作用依然不可小觑。 在这场比赛第47分钟的时候,他在前场接到高拉特的传球后,敏锐地观察到了杨丽鱼的高速前叉,并顺序送出一脚穿透力极强的敲船。 踢球跨越了泰达几乎整条后防线,准确找到了杨丽鱼。 只可惜后者的停球出现失误,浪费了郑智的这脚世界级传球,随后,仅仅过了一分钟,郑智又在后防线,带给了恒大重要的帮助。 在泰达获得一次前场任意球的机会后,郑智积极回防到进区内,并在对手开出任意球后,第一时间出现在了最关键的位置,用一个飞升放产将皮球紧围出地线。 这个精彩直轮的解围,足以看出目前郑智出色的身体状态,即使38岁的郑智,也能做出如此高难度的防守动作,让人惊叹不已。 然而,让人更加意想不到,第一幕出现在比赛第56分钟,这是天津泰达队门将杜佳送出的一击手套球。 曾经在葡寨刘洋的24岁泰达汉将李源一接到传球后,带球高速向前,准备发动快速反击。 这时郑智从,他的身后一直紧追李源一,双方展开了长距离的速度比拼,最终郑智竟然在落后十米开外完成翻抽,将球成功抢断。 此后,在比赛第77分钟的时候,郑智还在后场完成准确断桥,并用假动作细耍对手,将球分给了队友。 下半场这两次抢断都让人看到了38岁郑智,保持的出色状态和身体状况。 这与他的职业素养和勤奋刻苦的训练是分不开的。 不得不说,38岁郑智无论对于恒大还是对于国族,在这个阶段都是不可或缺的重要人物,老球中超球平。